接下來我們要讓他能夠把影片定下來 那怎麼樣才能夠定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裡呢 原本我們現在已經切成兩段了 已經切成兩段 那我們可以針對 就是這一塊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他走到這邊 是不是要在這邊停下來 對不對 事實上後面還有影片 對不對 如果我把他再拉伸 事實上後面還有影片 可是呢我怎麼樣可以讓他 走到這邊都定下來 我們可以搭配一個 他雖然不是濾鏡 但是他是什麼 就是可以設定關鍵格 你可以在這個圖層上面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 Time 時間 有沒有叫Enable Time Remaking 就允許時間怎麼樣 重新對應 允許時間重新對應 那這個呢其實是 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原本我時間也許有從這裡 是0秒鐘 然後走到這邊是5秒鐘 我要花費5秒鐘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段時間走完 那當我們按下了這個 Enable Time Remaking之後呢 你可以去設定關鍵格 比如說 我在這個影片 走到3秒鐘的時候 我就希望他把原本要花5秒鐘走完的時間 就把他怎麼樣走完 所以呢我們來試看看喔 按右鍵 和Enable Time Remaking 有沒有發現 下面的 碼表打開了 好這裡就打開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針對 現在的這一段影片 比如說 我在這裡 增加一個關鍵格 怎麼樣增加一個關鍵格 可以從左手邊這裡 按一下這裡 因為他碼表已經開了 我只是增加一個關鍵格 按下去 好這邊就多一個 那麼我們往後面後面 走到這裡來 走到這邊 走到這邊就是他定格的地方 他定格的 好過頭了 再回來一點 這個時候如果你會覺得說 有時候這樣要對 好像不好對 你可以把時間軸放大 怎麼樣時間軸放大 剛剛我們那個快速鍵沒有特別講到 在這裡 如果你想要把時間軸放大的話 除了在下方直接拉 其實也可以 在時間軸上面 用ALT加滑鼠滾輪 也可以 你看我們 標準的是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但是我也可以在這邊 ALT按著 加滑鼠的滾輪 有沒有放大縮小 這樣時間軸一樣可以放大縮小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放大一點 這樣你比較好對形 也是可以在這邊 試看看 有沒有 這樣就差一格 到這裡 所以呢 我現在在這邊 我再幫他加上一個 關鍵格 因此呢 我現在已經有兩個關鍵格了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好 後面呢 後面他就不用了 他就停格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關鍵格 我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加C 好 複製好了之後 你就看看吧 我希望他一直走到最後面 其實事實上這裡 就看你啦 你如果希望他一直走到最後面 都是 跟這個一樣的 我就來這裡 來這裡 把 關鍵格貼上 Ctrl加D 那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原本我走到這邊 是這個時間點 可是我現在即使走到了11秒 我的關鍵格 字牌是跟他一樣 因此中間是不是就停住了 時間就凍結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們前面是會動的 沒有錯 那我 上面的這一層眼鏡 我先關掉 原本他就定在那裡了 這樣也可以 那有好幾種方法啦 即使你抓這張畫面下來 再貼一張 這樣就行不行 也OK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先試看看 記得上面的眼鏡要先關掉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拆開了 你如果沒關掉就會看到 後面那個人走出來 所以這裡先讓他定格一下